今天嘴巴上的顏色呢 是Bobbi Brown的這一支 這個色號我很喜歡 它叫做Toasted Honey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從日本回來那麼久 我終於要來分享戰利品了 之前有人問我說 欸為什麼破產日記第一季的時候 就是我拍的第一年 後面都有那個戰利品分享 為什麼這次沒有了 是不是都沒有買東西 OMG怎麼可能 我可能就是因為太多了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非常的豐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我去的行李 然後加我買的東西 總共46公斤 我那時候去的行李是多少啊 好像是15嗎還是17 首先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好了 第一個呢 我應景的也穿了一個 日本的超厲害設計師品牌 叫做Sakai 這個是它這一次 秋冬的其中一個單品 然後Sakai呢 它就是一個很多層次 很多解構 很多變化的一個品牌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日本 可以逛到他們的店 然後你自己也有預算 或者是它剛好就是陣縫打折 比方說12月底1月會有打折的話 就是拜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你就是單純欣賞的話 就是當作藝術品欣賞也OK 因為它加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從擺折 從層次 然後從那些結構 再建構的東西 都非常的美 然後這個是我在大阪買到的 彎曲耳環 戒指的話呢 喔怎麼那麼剛好 左手呢也全部都是日本品牌 這個的話是Ated 然後這個是Sowari 中間的話呢 這是Tom Wood 它是一個英國品牌 不過在日本的選品店 非常熱門 所以很多日本也會選它的飾品 在選品店上面 好那如果你對這次戰利品有興趣的話 想要看看到底去日本 要逛哪一些品牌的話 今天就要鎖定這一支 那如果你逛Beams的話 我推薦大家是可以先去元素逛Beams 因為我覺得那邊就是一個Beams的一級戰區 從男裝 然後男裝有延伸很多支線 什麼Golf路線啊 然後女生的話有Beams Boy 然後有Beams Women 它那一整條你就一直走下去 你就可以把你的 就是可能一半的家產 可以在那邊撒盡 因為真的太好逛了 那這件單品 我是在男裝的Beams看到的 它很中性 這一件呢 我好像是挑M 我沒有挑到S 我記得 但是我不介意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 它那個有點鬆糞 有點空氣感的 這一種 擴形 它裡面那個中空的設計 我很喜歡 然後我知道這個工藝很難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買 然後它的針織呢 沒有到太厚 所以是比較偏棉類的針織 實穿性也是非常的高 那這個單品呢 我就是想要藉機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是不是太局限說 一定要逛女裝 或是一定要逛什麼什麼 女生的話其實很常是可以穿男裝的衣服 就即便我很嬌小沒有關係 如果你都也蠻能接受寬鬆的那一種版型啊 然後整個穿起來的那種空氣感 建議可以去看看男生的 下一件單品呢 是Beams的選品 就不是他們自己出的 而是他們選別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它是一個巴黎的品牌 我不確定名字我有沒有唸對了 叫做 Carnay Boulenete 好我應該唸錯了 反正它就是一個巴黎的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很特別的是 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德國的選品店 BOOSTORE 推薦大家如果很喜歡那種歐美設計師品牌 可以追蹤BOOSTORE 我覺得它的品味非常好 我覺得他們採購的東西都很棒 這個品牌呢 它專門都是在詮釋 人跟人交配歡愉的畫面 它會把那個歡愉的畫面可能取元素 或是它真的實際的就是影像化 然後刺繡蓋子可能帽子上面 衣服上面 或者是畫大面積在襯衫上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一些詮釋 其實會讓人感覺到很可愛也很舒服 就不是說情色的路線 那我這一件上衣 它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打底上衣 然後也可以當單純當然沒錯 它的這個畫面呢 比較沒有交配歡愉的畫面 就是它就是人 然後有點全裸 然後很開心 很歡愉的樣子 那我覺得它的畫風呢 當然我也不是什麼藝術系的學生 可是就是以一個平民老百姓來看的話 我覺得它的畫風很接近馬蒂斯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風格的話 我覺得還蠻可以留意他們這一次的新品 其實我這一次沒有買太多毛衣 一方面是他們那個時候我去的時候 還是秋天居多 再來的話我覺得毛衣在台灣穿的季節就是比較短 然後我自己的毛衣已經很多了 然後接下來Mini Madness 也有很多很讚的毛衣 所以我在日本逛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沒有到太需要買 所以我就是買這種比較可以長時間 層次穿搭 然後可以因應很多季節一直穿的一些單品 那這一個呢 它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布料 然後它有點皺褶感 然後小高領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現在的秋冬的時節 所以我還穿短袖 還能跟大家說什麼穿小高領 可是這個接下來我覺得可以穿的時間蠻多的啦 我們再拉回來一點點比較 很普羅大眾基本的東西就是T-Shirt T-Shirt呢我超級推薦大家可以去Village Vanguard看 我之前在夏北澤破產日記也有介紹過 它不是什麼版型多棒啊沒有 因為它會跟很厲害的電影 然後可能有些是有卡通 然後影集去合作 所以你會真的很難買到這些東西 可是你在Village Vanguard 如果它剛好跟這些可能很厲害的名著啊 電影啊 影集合作的話 你就可以買到它的T-Shirt 我發現好像這一次Village Vanguard 有規劃就是一個是庫柏立克導演的系列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就是The Shining的這個T-Shirt 其實近看它其實印刷沒有到太好 可是你真的可以買到The Shining的T-Shirt 好像沒有說真的很常可以買到 而且它都是截取那些很經典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它蠻適合自己穿 或者是你就是當送禮物也OK 因為它一件我覺得蠻便宜就是500 它的棉的話是蠻舒服的棉 可是不是那種很挺 像美國棉的手感 所以它穿起來還是沒有到 很酷的那種Oversize的感覺 可是就是夏天還蠻實穿的 所以我就想說先買著 第二件的話呢 也是就是庫柏立克導演的發條橘子 就是它那種很經典很酷的畫面 它就是也做了T-Shirt 黑色的話比較看不出來質感好壞啦 所以我就買黑色的橘多 再來呢 因為我比較喜歡穿Oversize的T-Shirt 所以我就買了 怪奇物欲 然後我買白色的 因為我發現它這一個棉有比 就是剛剛那個棉再挺一點點 就是黑色的那個 我買發條橘子的這個 它棉比較軟一點點 很可愛吧 而且它是真的正式跟它合作 包含就是它的靈鏢 也是Stranger Things 如果你真的喜歡影集電影的話 我覺得不妨可以去Villie Fangard看看 就是有沒有你剛好喜歡的 然後就可以入手 最後一個 戰利品沒有來到最後一個 但最後一個我要分享相對比較平價的品牌 叫做Mousey 大家應該也比較不陌生 在原素店好逛 但是我覺得它的新素店的Lumine Esto 那邊更好逛 據說好像就是那邊B1 Esto的 那個Mousey業績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它那邊就是整個品項比較豐富 然後會激起購物欲 剛好這一次在日本就是想要去買 接近西上靴的那種靴子 沒有西上 西下 西下靴 就是在下巴下 下巴下緣什麼 這嗎 膝蓋下緣的靴子 那我這次在Mousey唯一的戰利品呢 其實是 就是這雙靴子 它的底真的很好穿 然後它的這個皮 就是有把我的小腿 那一個曲線 我覺得有修飾的蠻好的 然後看起來很細 可是呢 因為我是小短腿 我就是153公分 我腿沒有就是長到哪裡去 所以 我有發現我穿它的時候 腳踝的地方會積一點點 那個皮革的皺褶 但我覺得穿起來還算能接受 只是它家的鞋子呢 第一它這個是合成皮革 第二的話呢 就是只有S號跟M號 那我自己的腳因為蠻小 就只有22半 所以我穿起來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浪 可是因為靴子 所以我覺得沒有到很介意 沒有關係 它的這個我覺得尺寸應該是23到23半 那我穿的話就是微微的浪 但穿起來是真的還是蠻舒服的 這個靴子它的靴型 跟它的 炫頭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因為我沒有想要找那種太圓的靴型 我想要就是有點圓 然後微微帶尖 然後有一點點份量感 它剛好就是都有吻合 那我沒有買其他上衣或者是洋裝的一個考量是 我覺得它家的東西是拍得很好看 但真的實際逛了之後 會比較滅火一點點 尤其可能我自己後來自己做了衣服 所以我對於布料然後做工 或者很多洗劫 我會更認真的看 所以看完之後呢 會覺得喔還好 那接下來呢 要來分享比較多是設計師的單品 所以他們的單價比較高 我自己這一次在日本逛的一個心得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日本 然後如果你剛好搭到它那個折扣機的話 我覺得日本設計師的單品真的是逼廣 設計真的很特殊 然後真的好適合亞洲人的身型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買正價 或是連五折你還是覺得很貴的話 那就要去Ragtag 我之前在非常多影片的破產日記 都有強調Ragtag有多好逛 我覺得日本人他整個民族性吧 就是他們比較會保護商品 所以他們真的從自己的家裡面 拿出這些二手商品 然後到店家本身自己也會很認真的整理 很認真的修復 所以其實你逛他的二手商品 都是真的在狀況很好的情況下 除非那種狀況真的很差 他不會賣 或者他會就是標價說 狀況可能是C 或者是D 然後就是賣很低很低的價格 然後日本的二手店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厲害的設計師單品 從很經典的像川九寶林啊 三宅一生啊 這種 然後到像Sakai 然後還有我接下來要分享的這個 Junia 他都有 而且價格都是直接兩折 或者是三折 就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然後狀況都很好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Ractag 它上面就是會直接寫說 這是什麼年份的東西 沒有每個都寫 但是部分都有寫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也蠻細心的 那Junia這個品牌 這是我第一次購入 它是川九寶林的算徒弟吧 它之前在川九寶林的品牌裡面工作 然後它現在 其實也沒有現在 就是出來很久 它自己已經 就是自立門戶24年 20幾年了 那它的品牌 男裝我覺得超級有設計感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就是拼接感 然後有點工裝軍裝感 介於可愛跟酷之間的話 我就可以去看它的品牌 女裝的話我覺得風格非常的窘異 它女裝就是會出現這種比較 女性化魅力 然後淑女一點點的東西 這一個呢 你看前面你就覺得 喔不就是一個 有點像假兩件嗎 沒有 它後面是做有點像馬甲 它後面是整排像內衣扣 你可以扣起來 所以可以強調腰身 你也可以就是放著這樣子穿 就是比較直一點點 但是我發現它的XS真的很小 我的腰是XS的腰 但是我穿它的這一件襯衫 如果我把全部的麻甲 都系上的話 我可能腎臟跟肝臟會全部 就是擠在一起 因為它真的是太緊了 我最後還是選擇買的 有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發現我只要扣上半部 就強調一點點腰身 但下半部 還是微微讓它A字 就很好看了 所以這一件 我忘記我是以多少錢買到 好像4000還是3000多台幣吧 所以就是很划算 因為它原價大概就是 1萬2 1萬5左右 狀況也都很好 所以這一件呢 是我這次得利的戰利品之一 如果你比較喜歡簡約風格的話 但是要有一點色彩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去逛Aura-Li 那Aura-Li這個品牌 其實在蠻多的選品店 日本的選品店都有進 然後你也可以去逛它自己的 就是專賣店 它做簡約的單品做的真的很好 可是它會充滿細節 它剪裁也很棒 我挑的這個也是我覺得實穿性會很高 然後我在無論就是歐美網站啊 含貨品牌啊 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樣的台灣網牌 我很少看到有一點洞洞感的高領打底上衣 而且它是有羊毛的 但是我穿了之後 完全不一樣 超級舒服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在整個日本行程當中 我超常把它穿在裡面 而且因為今年我真的很愛這種 就是下趴水藍色 所以我覺得它穿起來真的是很顯膚色好 然後那個洞洞感呢 會讓高領沒有那麼束縛的感覺 就是它還是會保留那種很漂亮的空氣感 所以它單穿其實也蠻好看的 小缺點就是它上面 就是它的螺紋不夠彈 所以我在穿的時候 跟就是把它脫下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頭會有點像被拔蘿蔔的那種感覺 但除此之外我覺得它是一個 我這一次買到我超愛的單品 它看起來真的很素 但穿起來真的非常好看 下個單品要來分享 Oralee我買的那個店 選品店的對面 它是Toga Toga我買了一樣我真的是看了 我看兩個月了吧 我很喜歡的一件針織上衣 然後我真的看到之後我就買了 它的領子有附綁帶 然後在綁帶的下方 有Toga非常著名的這一種 比較美式復古的這一種 西部金屬元素 這金屬就是它品牌的一個特質 從腰帶然後從鞋子 從衣服它都沿用 我覺得真的超厲害 那上衣的手感的話呢 它也不是毛衣 但它是針織沒錯 它的針織是屬於有挺度 然後有一定有點脆度的 那一種紗線支撐的 所以整個穿起來非常的挺 超級適合台灣的天氣 就是不會要太冷 然後有一種涼涼的時候 你就可以穿它 那比較冷就可以穿個發二一在裡面 也很好看 然後它的這個領子跟它的袖口 包括它的門巾 都是用不一樣的顏色 可是它的統一的點就是 它裡面都是有雜紗 這個顏色就超和諧啊 因為你看 紅配綠就是狗臭屁嘛 完全不會出錯的一個協調配色 然後它的這個釦子我也很喜歡 就是我覺得它的釦子選得很好 真的是有在讓這個單品 一再的加分 然後因為是坑條的關係 所以這個直坑條 有在讓我的身材穿起來更修飾了 所以它就是一件我看很久 然後我終於看到它的時候 會覺得 喔 試穿應該不會到 要買吧 結果一試穿 喔 超爆喜歡 就馬上買的一個單品 下一樣呢 也是在Toga買的 這個是Toga的一個很寬鬆 然後中長版的牛仔外套 這個呢 我在日本買了隔天 我就馬上穿了 因為我沒戴什麼適中的外套 尤其我發現日本的秋天 有時候就是跟台灣一樣 秋老虎 有時候很冷 有時候又還好 這件牛仔外套 它就真的是可以打天下 因為在秋天 然後微涼的冬天的話 就真的很適合 然後這個牛仔外套的版型 是我從來都沒有的 其實我東西越買越多 會發現 我會買的比較精準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 喔 我好喜歡玩牛仔短板外套 所以看到任何一件牛仔短板外套 你都想買 我就是把錢畫在刀口上 買特殊型 然後買特殊的版型這樣 那這個版型呢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它是很少數可以這樣子扣的 牛仔外套 其實我覺得它的這個版 非常像那種 古著的男生牛仔外套 都很常會有像這樣子 有點像微雙排扣那種設計 它不是雙排扣 它只是扣子把它錯位到這邊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它其實是 又有扣子 然後也有拉鍊 然後袖子這邊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斜邊的剪接線 整體的版型我真的很喜歡 尤其在旁邊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弧形 所以它即便比較長 可是我當露出褲子 或者是裙子的時候 它在讓我側邊的比例 也不會看起來奇差無比 下一個單品呢 是我關注很久的一個品牌 叫做Perverse Perverse的話 它是一個日本的星星設計師品牌 然後他們整個品牌的風格 都是圍繞在千禧年 就是90年 2000年的日本街頭 特別還有像那時候很著名的一個產物 叫做Fruits 就是街拍雜誌 它就會從這些雜誌 這些照片 這些街頭風格 萃取它們的元素 然後延伸出它們的系列單品 原本我想說我買這個東西 應該只有我會穿吧 因為你知道 就是用挖洞 還蠻酷的 很特別 很難駕馭 但是 我發現超多人穿 我買完之後 就是在路上看到兩三個日本女生都穿 日本女生真的蠻敢搭配 蠻敢穿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勇敢嘗試 這個毛衣算是少數 我穿了之後 我覺得 好像有點渣耶 但是我還是買的 因為我覺得它風格很強烈之外 我本來穿它 我裡面就一定要打底 你想 你想看看 它在這邊直接挖洞 我如果我裡面不打底的話 我是直接讓大家看到我裡面穿什麼 UNICOR跟MAME COU COU 其實內衣嘛 它裡面一定要打底 那打底之後呢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直接接觸到我的皮膚 所以這個針織 好吧 紮就紮沒關係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在針織上面的這個拼接 它刻意就是有點像 衣服穿反的這一種縫份 然後它縫製呢 又有撞色 它的前後指紋是不太一樣的啊 很特別吧 就是它前面是比較大洞的汁 然後後面的汁呢 是比較接近 有點空氣感 但還是像是品汁 然後這種條紋 這個顏色分布 是我真的在衣櫃裡面沒有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幾個顏色擺在一起 會這麼的好看 然後這麼的協調 然後它就是一個比較帥的那種 針織毛衣 接下來要分享的這一家店呢 叫做STUDIUS 它其實是日本蠻大的一個選品店 然後有很多很多分店 包括他們從STUDIUS 又有延伸很多不一樣的店名 可是其實都是在 就是同一個母公司的 那STUDIUS的東西比較年輕 單價稍微高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選品真的很特殊 我以前是不會走進去 可是我後來就是在日本這一次的定位 就是要買比較特殊性的東西 然後我可以主攻設計師單品 所以我這一次走進去之後呢 我就買了意外兩條褲子 是這一條 欸好像也看不太清楚 它中間有像這樣子的開叉 跟像香褶的設計 它在這邊呢有做那種牛仔丁 就是兩顆在這邊 然後大大的香褶 然後開叉起來 那這一個呢 它的手感跟單瓶很類似 它就是斜紋綿 軟一點點 所以它的那個喇叭垂墜的 那個非常漂亮 再來我覺得它這個品牌很厲害 就是它後面的這個皮鏢做得很好耶 手感有點像是那種 泰維克紫再厚一點點 就是有點紫的感覺 可是還是皮 還是比較硬 這個品牌我在IG的搜尋就有追蹤 所以其實我意外 我這次在Studio是有看到它的 那它的東西都很特別 那個特別不是多難駕馭 而是你會在簡約的單品跟版型上面 你會看到這麼多不一樣的細節跟功夫 這個很不容易 買了第二條褲子呢 這個品牌我就沒有什麼研究了 這個就是我無意間逛到的 它叫做IHNN 那這個褲子呢 也是單領褲 它不是排扣喔 它有排扣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 像我不確定這個要怎麼講 有點像內衣也是內衣扣 就是那種勾環的扣子 那它在褲檔這邊的設計 我很喜歡之外 整個褲型你會看到黑好駕馭 但是這邊 它有做了像這樣子 雖然有一點點疊分 所以就會有點像外縫線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不是外縫線 然後穿起來就是紙筒 然後我很常會穿著這種版型 到後面的口袋呢 雙層口袋 所以這個褲子就是穿起來很帥 然後這一些設計的細節 也都是比較難在一般的品牌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就心一痕 把它們都帶回家了 好快講完了 最後一雙鞋呢 我真的沒想到我會買你知道嗎 它的鞋很很前衛 然後就是充滿結構性 就是一些很酷 像組裝車 但我沒有買 因為真的比較難搭 比較難駕馭 但是我在櫥窗看到 就是它跟Isemiyake的聯名 又是西夏靴 我前幾天才買Mousey那個西夏靴 然後我好像隔一兩天 就又看到它 然後我想說還好吧 Mousey已經蠻棒的 結果我想說 還是試穿一下 人真的不能試穿你知道嗎 一試穿我腳整個不想要脫下來 有夠美 這雙靴子跟Mousey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西夏靴的這邊呢 是有點像是抓皺的鬆緊 所以它穿起來更束你的腿 然後看起來更細 它整個皮革貼合你的腳 是看起來真的超漂亮 再來最要不得的就是它的楦頭 它是方形的楦頭 這個方真的穿起來超俐落超帥 它是平接的喔 一個是平接合成皮 一個是平接真皮 然後在這邊的斜面上面 是有很多的剪接線 所以這個剪接線的那個線條 我覺得它穿起來讓你的腳 看起來更立體跟修飾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它的時候 我猶豫了一天 然後最後就是在 PARUCO快要關門的時候 我就把它帶回家了 太美麗了 我剛剛突然發現 我有買一頂帽子 唯一一頂 就跟大家快速分享 它是H-Beauty & Youth買的 那H-Beauty & Youth 它在南青山那一帶 南青山那一帶的東西 當然都是比較貴 然後很精緻 那我推薦如果你是很喜歡服裝的人 一定要去那邊走走 真的不用買東西 像我以前在那邊沒有買東西 我就是會覺得 喔就是被滋養 你知道嗎 就是它真的太多東西很好看 路人也都很好看 路人穿很好看 所以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看大家 一大堆石毛巾 那H-Beauty & Youth 它就是石毛巾才會逛的 United Aeros底下就是很多選品店嘛 H-Beauty & Youth其實算是它最高端的選品店 它的選品很精準 然後很大人感 很好看 然後設計感強烈 可是又不會難駕馭 就是非常的精緻 那我是被另外一個石毛巾的朋友 就是Plymere主理人Tim帶到那邊 然後才大開眼界 原來有這樣子的店的存在 所以這次就是借機也分享給大家 那我在那邊買了這一頂皮革的帽子 它是牛皮的喔 超軟 它揉製的非常非常的好 它有黑色的 然後我買了這個是比較偏很淡很淡很淡的灰藍色 它戴起來呢比較有男孩感 因為它的帽顏這邊是比較寬的 然後比較短一點點 那天我剛好是穿Toga的那件牛仔外套 然後我忘記我裡面穿什麼 然後直接戴這個帽子 我像本來就長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帽子我就是當場就想說 好我要帶它回家 真的是太特別了 結果我發現我還有一個品項忘記分享到就是襪子 真的是越來越多 這個影片到底有沒有要結束 好我快速的講就是Tapio的襪子 削下屋的襪子我之前去逛的時候 我就說還好還好吧 然後我朋友還說什麼 他特地要就是在日本的時候 削下屋的襪子要囤貨 我想說哇 他是台灣沒有襪子嗎 結果我自己 買了這麼多 因為有一款襪子真的好厲害 我原本只有買兩雙 但是我穿了之後覺得這驚為天人 如果你有就是看我穿那個分子鞋 就是Margella的那個分子鞋的話 你就會知道穿分子鞋 不是穿一般的那種襪子穿進去 通常都是要穿五指襪 或者是那種就是像足袋的襪子 可是呢 通常那些襪子都蠻厚的 就是綿比較厚 我在Tapio逛到一個襪子 真的我買了幾雙啊 十雙嗎 十二雙 他超薄 他整個超輕膚很滑很薄 我真的沒有穿過這個襪子 很像打底上衣的那種觸感 所以我這一次穿到 我就立馬包色 而且是黑色可能又買好幾雙這樣 然後他這一雙是1320日幣 然後未稅的話是1200 所以就是可以買到免稅 如果你很喜歡穿五指襪 很喜歡穿分指襪 然後喜歡穿靴子的 你一定要買那個材質 這超強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可愛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去Lumine 就是他有出很多透膚的襪子 然後這幾個透膚的襪子 我就是買了三個顏色 因為他價格也不貴 好像就是多少錢 就是200多 然後又可以退稅 他的透膚穿起來就是會有一點點網紗感 露出來就是很好看 很加分的一個單品 好那統整一下我這次逛日本的一些小心得好了 因為會發現我可能真的買平價的品牌沒有到太多 我其實有逛 但是就有點落空吧 因為我逛了幾個 可能在日本代購圈 或者是我之前會去逛了 Lumine Esto去逛完之後 我會發現 可能這真的自己做的衣服之後 會變得有點嚴格 所以我就是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也不代表說不用買不用逛 而是還是可以去看看 但我沒有入手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日本東西的定價可能 比方說兩三千 你就會期待他可能是對等的 就是兩三千的質感跟設計感 那日本品牌我發現他的設計感一定都會到 可是他的質感 無論是布料或者是做工細節 是有時候會打折的 像是Anglido 其實大家應該都蠻不陌生的 我也有買他們家的褲子 我覺得他家褲子還好 但是上衣的話有些還不錯 所以我偶爾還是會購入 可是我就推薦大家是在折扣季買 因為他不是折扣的時候 真的定價太高了 就是兩三千 我覺得你存下來那個錢 就可以去買好一點的設計師品牌 像ORALI這樣 第二個品牌也是在最近台灣 討論度蠻高的Kastane 我覺得Kastane的東西 大概就是600到800的質感 可是他去的定價是兩三千 所以我摸完他的毛衣 我就會覺得不想買 因為他的料子很不舒服 然後感覺很容易祈求 所以我後來也沒有買 我就是晃晃就出來 再來我有逛到 Tina Jojun 是Jani嗎 對我有逛到他的東西 他的東西是比Kastane跟Anglito的質感 在 差強人意一些 所以實際摸到之後會覺得 呃 好那就先算了 可能我還是買 比方說台灣的網牌 或者是 比方說自己的老王賣瓜 Mini Madness的東西 就質感會比較好很多 所以我真的有實際買了 然後我覺得有對等的那個質感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講 就像Slide啊 然後Mousey 然後還有我自己 在打折的時候有買到 但是不是在這次日本啦 Juwe T 這個品牌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逛的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在日本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實際逛起來的心得 所以希望我買的戰利品 對應的這些店家 對應的這些品牌 讓大家接下來如果要安排日本行程的時候 會很有頭緒 然後很豐富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應該滿長的 趕快去休息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我很喜歡乾濕非常匀秤的睫毛膏 通常你開新的睫毛膏 它都比較濕 可是其實乾一點點的膏體 它比較可以讓你的睫毛 維持那個很捲翹 然後持久的狀態 那它的膏體呢 我覺得它就是自帶那個乾 所以我覺得它刷起來 其實持久度非常的漂亮